结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好 还是分开住好呢 我们和婆婆住在一起12年了 今天来说说我的感想 我婆婆呢属于女强人的一种 特别精明能干 结婚前我妈就再三叮嘱我 嫁进门后一定要有眼力劲 勤快点多干活 刚结婚时我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 生怕哪里做得不好 落人口声 慢慢的我发现 婆婆的性格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她很好相处 她不会因为我早上睡懒觉而发脾气 反而会备好早饭 等我们睡醒的时候再加热给我们吃 她不会因为我乱买东西说我败家 还会一起和我分享购物的快乐 我生了两个孩子 每个月子婆婆都很细心的照顾我 帮我看孩子 生怕我会落下病根 而我两个孩子的生活开销 和上幼儿园的费用 几乎也都是婆婆承包的 平常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婆婆也会主动提出帮我们照顾孩子 让我和老公两个人出去旅游散心 在我们创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是婆婆拿出所有的积蓄 来支持鼓励我们 如果要问我婚后和婆婆生活在一起好 还是分开好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喜欢和婆婆生活在一起 因为当我们忙碌一天回到家时 饭桌上会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们 当我们为了工作 对孩子照顾不住的时候 有婆婆在帮我细心照顾孩子 都说婆媳关系不好相处 其实婆媳之间 用心去感受 用爱去交流 理解的微笑体贴的温柔 才能让我们成为亲如一家的家人